西来人往的松山车站旁 近50摊的美味小吃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这是台北市西医区公所漫游信义文化生活节开幕现场 借由与慈济的合作邀请各类蔬食业者进驻 鼓励民众透过蔬食饮食降低对生态的破坏 从此开始实践爱护地球 我们今年这个漫游信义文化节 是特别跟慈济慈善文教基金会一起合作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是以生态永续环保 这样子一个核心的价值来筹办的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因为全球暖化很严重 那包括我们现在也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我们现在也是为了呼应这个联合国的SDGs 这样子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我们西医区公所才会特别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子环保生态永续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活动 这样特别的美食世纪活动也获得参与里长的肯定 强调身体的环保对健康更有益 游信义区公所跟未来市级举办的这个漫游信义 未来生活的这个节日 引进了许多有关于这个国外食品 尤其那现在环保呢不仅是一种时尚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那不仅是我们使用物品上面的环保 其实这次这个活动更提醒了我们在身体上面的环保 如何吃这些健康的食物 促进排毒 那当然就更加促进健康 除了推广吃的环保 主要难为在餐具使用上也相当用心 免费提供消费者环保餐具 用后回收再利用 我们未来市集呢都有提倡的环保餐具 因为我们为了要响应环保 也跟世界地球地形结合 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未来市集啊 都会有跟环保餐具去做结合 那我们呢这个环保餐具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放到店家的店家的摊位上面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 就是消费者啊 可以很方便就可以拿到环保餐具去做使用 那只要环保餐具啊 归还回收回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做信息 那信息完我们就可以再重复使用 配合开幕市集 台北市消费局也在现场 带来多辆防灾宣导车 尤其是地震体验车部分 在日前花莲地震发生后 更希望透过实际体验 教导民众碰到地震时该怎么办 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 我相信大家民众都还害怕 那有些人可能在家里 他们就是当下不知道 我应该要怎么做处置 那他来体验这个的时候 我们会顺便告诉他 就是当我们遇到地震的时候 我们要台湾的叫做八口条 八口条 就是要趴下 然后掩护滚住 我们趁此机会 因为台湾是属于那种地震带 很频繁 所以我们一直一直要跟大家讲 我们在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处置 除了好吃好玩的未来市集 其实现在最受到欢迎的就是我们一系列的走毒活动 其实生态走毒 现在有很多民间团体 他们也办了非常多这个 那我们自己去参与过 觉得其实透过这生态走毒 可以让市民朋友以一个非常近距离 然后来接触我们的这自然生态 那同时你也会发现 很多可能平常我们会觉得 为之而恐惧的一些东西 在那边你可能会发现 用别的这个角度来欣赏它 其实很有趣 其中有许多课程活动都已经报名额满 西医区公所方面提醒 有兴趣的市民可得把握机会 另外广受好评的未来市集 6月1号及6月2号还会再次登场 想品尝蔬食美味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 一起 爱地球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哇太棒了 谢谢大家